你知道被毒蝎的伪针折一口是什么感觉吗? 这两个男人为了给自然解忠 咬人最疼的生物做一个排行榜 竟不惜拿自己做实验 只为了找出谁 才是自然界真正的疼痛之王 这次两兄弟要挑战的是两种蝎子 分别是树皮蝎和织伪蝎 看看他们的疼痛如何 这是一只树皮蝎 它有一双巨大的钳子 那是它捕猎的武器 而它尾巴上的毒针则含有剧毒 一旦猎物被刺中 毒液则会立马使猎物瘫痪 至伪蝎的体型要比树皮蝎小一些 但它的毒性比树皮蝎要更加强烈 这种蝎子还有一个绰号 叫做寡妇制造者 因此它的危险性比树皮蝎更高 各位看官老爷点个赞 享受时刻即将开始 首先是树皮蝎 依旧是大冤重亚当先开始 只见毒蝎高高的翘起尾巴 然后狠狠地刺了下去 此时的亚当感觉像有一根缝衣针 不停地将皮肤缝合在一起 剧烈的疼痛 使得亚当面部表情都扭曲了 但亚当除了感觉到疼痛之外 并没有引起不良反应 接下来轮到罗伯来 亚当夹起树皮蝎 将它放在了罗伯的胳膊上 没想到蝎子直接扎在了罗伯的手指上 罗伯感觉就像有一根针 狠狠地刺进肉里 但那种刺痛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由于手指上有很多的神经末梢 罗伯的手逐渐变得麻木 医生劝诫两人休息一下后 再进行下一只毒蝎的测验 以免毒素会对两人造成永久性的创伤 但两人不想耽搁时间 正所谓以毒攻毒 或许被支伪蝎刺中 两种毒素一中和 立马就不托人了 支伪蝎的行动速度非常快 这种蝎子含有神经毒素 就像眼镜蛇的毒液一样 可以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 首先进行实验的依旧是亚当 这次罗伯准确地将支伪蝎 放在了亚当的胳膊上 剧烈的疼痛 让亚当不断喊出了优美的家乡话 从亚当的表情不难看出 支伪蝎带来的疼痛 要比树皮蝎剧烈很多 但好在亚当并没有其他的不良反应 轮到罗伯来好好享受支伪蝎了 亚当将蝎子压在了罗伯的胳膊上 毒蝎的尾巴不停地摆动着 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刺入位置 剧烈的疼痛让罗伯有些怀疑人生 那是一种锋利的刺痛 就像用针尖在刮骨头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疼痛的感觉并未消散 伤口开始逐渐变得灼热强 甚至让罗伯的手臂不由自主地颤抬 休息了24小时后 俩人开始对两种蝎子进行打分 首先是树皮蝎 它只在刺入人体社会带来剧痛 但是疼痛很快就会消失 因此疼痛强度为4分 这种疼痛会持续大概10分钟左右 并且只是有点刺痛的感觉 因此持续时间为2.5分 树皮蝎只在亚当的胳膊上 留下了红色伤口 但并没有出血 而且亚当也没有不良反应 但罗伯由于咬错了位置 导致他的手指红肿麻木 但麻痹效果只持续了十多分钟便消失了 因此两人给疼痛伤害打2分 总分共计8.5分 暂时距疼痛排行榜倒数第一位 接下来该计算支伟蝎的分数了 支伟蝎带来的疼痛 让两人感觉到荒谬 那是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因此疼痛强度为7分 疼痛在20分钟后依旧能感受到 但也仅仅于此了 因此疼痛时间为3.5分 支伟蝎只在两人的胳膊上留下伤口 两兄弟也并没有感到身体不适 疼痛伤害为2分 几两种分为12.5分 暂局疼痛排行榜的第三位 实验还未结束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生物在等待着他们